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均现了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各位好 我今天来讲的这个范例 它做不出来 然后丢给我 问我要怎么解决 那它基本上 它也是拿别人的下去改 可是因为它不是很了解 所以有很多地方都是错误的 这些call的节点呢 全部都是错的 然后AI Agent这个节点呢 也是错的 然后我都一次把它改好 然后教各位 这些节点到底是什么意思 要怎么用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首先呢 这里是一个计时器 它可以设定你多久触发 然后它这里是AX AX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给它一个值 然后再写单位 那这个就每10分钟触发一次 那这个RSS节点要怎么用呢 这里是一串网址 这是什么意思呢 Google呢 有一个功能 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里写关键字 写完之后呢 然后它就可以 非常的快的找到所有新闻快讯 这里有选项你可以选 就是多久触发一次 这样 然后呢 这里都是可以按的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类型 那你按建立快讯呢 它就是说 每次有这个新闻播送 都会送到你的email里面 实际上就是这样 实际上就是这样 这是 这是它的一个要的功能 它要这样的功能 那 你就可以去你的email 通常都是垃圾信件的 你进来呢 然后 然后 让它下来 这里下面有这个 这个 透过RSS动态订阅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把这串网址呢 复制 然后呢 贴过来这样 它就会定取的去抓到这个相关的新闻 那注意 好像这个输出是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输出就是说呢 它会输出的东西就是它这个 XML的标签格式这样 所以呢 如果它 它要的这个 这一些呢 比如说 作者呢 这个作者像它这个标签格式呢 没有 那它就会空 那 我们接下来讲到NOTION就是跟这个有关 这个NOTION我也是要教大家怎么用 因为它主要就是输出输出到这个NOTION这边 去给公司各个人协作这样 那 因为没有作者 所以 作者这一栏呢 其实是可以删掉的 这样 我们先把它删除 好 那这个要怎么用呢 其实很简单 然后你在私人这里 按一个加 然后呢 你去创建 比如说我这个要表格 我这里要表格 然后表格名称呢 是 1234 好 那你这里就可以再利用各个参数 这一套是可以改的 网址 叫网址 然后文字 文字 比如说 这个都是可以改的 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去用呢 就是说在连接这里有管理连接 然后有开发管理整合 你就可以在这个新整合这里呢 下去 我们直接选一个工作空间 然后用内部就好了 不要用外部 外部是给公司用的 然后我们按储存 名称 S乘8N3 然后进行整合设定 然后这里呢 有显示 烤费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 CREANU CREANU 一样把它贴过来 让我们把它离开 回来 然后按重新整理 然后一样按三节号 连接 我们可以拉下来 有没有看到 就多了这个 你按下去 按确认 好 那我们现在再进来这个Motion节点 你就可以看到1234 有没有 那1234这些节点为什么不能用 因为他没有这些名称 你要用你就按这个增加参数 add parameter 然后他就跟你说你有哪些栏位可以用 那我们先把它关掉 我们先拿回去这个范例 现在范例回来了 然后因为刚刚坐着栏位 我们删掉 我们把它删掉 那这里有一个block 是什么功能呢 就是说呢 他这个栏位里面呢 每一个栏就是一个block 然后block里面呢 你可以再去编辑东西 block里面你可以再去把它细分 分得更细 那这边我们可以不分 因为他只是内容 上面内文就有了 这样 好 那他现在呢就是把抓到的新闻都丢过来 在合并之后呢 用这个filter filter是什么 他会去抓这个isodata 抓进来之后呢 他就根据你下一次10分钟后 再抓的新闻 他会去判断 isodata有没有处理过 有处理过就不再处理 就只处理那些还没有处理过的 这样 那那些还没有处理过的呢 都丢进来之后呢 他再把它normalize 就是把它正规化就对了 他要输出这些标签这样 有title link 还有这个刊登日期跟内容 那作者跟media 这个xamron是没有的 那这个就不用管 别的rss订阅可能有 那这里目前google这个格式是没有的 这样 然后他就会传到notion 传到notion呢 把这些资料呢 都填到那个表单之后呢 再用aia券 去转到notion的内容 这样 抓出来之后呢 他会输出这个摘要 跟相关的人物事件 跟这个关键字 这样 当输出好了之后呢 他会再送到这个 这个 就是把这等下的那些输出呢 送过来 然后确保呢 不会有空字状 把空字状给滤掉 这样 然后呢 再送到这个 update 这个notion里面 那这双ID 等一下执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他会在这里输出 那我来执行一次给各位看 好新闻都抓到了 然后来执行这个notion 然后可以看到了 这些新闻都处理完毕了 那我们可以获得这个ID 那这个ID获得之后呢 这个后面要用 update到notion要用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丢给这个 AI agent呢 去写这个 摘要 然后输出这个格式 这个格式呢 我们用这个 这个结构的输出参数 结构输出的解析器呢 就是这样 一定要输出这些东西 这样 好快喔 非常的快 好 我们可以看到他 都已经输出完了 有这个 有这个 Tag Keyword Event Person 跟Summary 那 这个呢 就是 确保呢 不要有 空置转的发生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输出这个 update他notion page 那我们可以来看到 他就是说 前面这个 ID 这个 notion page的ID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notion 重新整理 有没有 都不用重新整理 就都要 出来了 然后他还在 继续的这个 新增工作当中 可以看到他全部执行完了 我们来看结果 很好 他都有甜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 分享 按赞 谢谢各位